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都面临严重饥荒的年代 袁隆平立志用农业科学技术来击破金额威胁 到1973年就实现了三系配套 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U组合南U二号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 为我国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随后一直奋斗在这条路上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进展 其中2006年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的丰收工程 2007年就开始在湖南二十多个县实施 计划在全国推广六千万亩 产出两千万亩的粮食耕地 可多养活三千多万人 为我国粮食持续稳定增产做出了新的贡献 2016年中国科学院和湘峰集团合作 在长沙地区种下第一批巨型稻 此稻具有身形笔直 碎长力多 圆润饱满等特点 其中稻碎的力数最多可达800粒 预计亩产1000公斤 2017便是收获的季节 这里的巨型稻试验铁已经长得比人还高 平均高度1.8米 最高高度可达2.2米 而这些巨型水稻 正是袁隆平团队培育的新品种 当时袁隆平老先生也去了现场 终于实现了他河下乘凉的梦想 就算在粮食产量节节高的时候 袁隆平也不忘嘱咐 就算大家吃不完也不要浪费 作为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拓者 袁隆平已经从事水稻研究半个世纪 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还走向世界并影响了世界 袁隆平被联合国粮农组织 聘请为国际上发展杂交水稻的首席顾问 曾30次赴国际水稻所开展合作研究和技术交流 十多次前往多个国家指导发展杂交水稻 先后在境内外举办了50多起杂交水稻 国际培训班 培训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2000名政府官员和农技专家 让世界多个面临饥饿的国家成功吃上饭 2017年我国试验推广面积将超过1万亩 随后还会持续增加 而袁隆平老先生现在已经87岁 依然奋斗在杂交水稻的最前线 没事他就会亲自去看看自己的试验田 看看自己种植的水稻 被誉为当代农神的他始终坚持不懈 不仅解决了中国人民的温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 更为世界和平和社会进步树立了封碑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此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并关注 我们将持续为您展现了不起的中国成就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